海贼王,乌索普即将觉醒霸戏,乌尔提当做陪练。 要说最心仪话中最惨的两个人是谁,那必然是乌索普和纳美了,这两个号称是草帽海贼团最弱两人组的人,偏偏碰上了百兽海贼团的凌空六子,要知道乌尔提和佩吉万是跟陆飞交过手的人。 他们的实力就连鲁飞也不敢轻视,让乌索普和纳美对战这样的两个人,确实有些抢人所难,毕竟他们的实力还远远没有达到那个级别。 虽然乌尔提和佩吉万姐弟俩还没有使出真正的实力,但乌索普二人已经浑身是血切倒的不起了,尤其是乌索普,被乌尔提的两次头锤撞完以后直接头盖骨裂开,弹撞简直不忍之势。 然而这对于乌索普而言已经是家常便饭,只要躯体依然在,粉身碎骨也不是大问题,看来双方的实力差距非常悬殊,那么看住眼前的强敌,乌索普二人到底要怎么办呢? 还是要等到别人来拯救自己吗? 幸运的是在危难关头小玉及时出现,并让自己的爱拳咬住了乌尔提的脑袋,乌索普和纳美才因此多残喘片刻,小玉的出现固然很及时,但是以她的实力也解决不了什么关键的问题。 顶多就是拖延了一会儿时间,乌尔提姐弟俩还是会对那美等人穷追不舍,所以我们就要反思一下乌索普的情况,她的实力真的就一直止步不前了吗? 我们很清楚乌索普打不过乌尔提的原因,那就是她的霸气级别不够,甚至说她都没有觉醒霸气,在面对乌尔提这个霸气高手面前自然是毫无还手之力。 这就好比当初维尔格打斯摩格一样,霸气的级别限制就是铁的定律,打不过就是打不过,因此,乌索普和时觉醒霸气就成了一个问题。 草帽团的三大战斗力早在两年修炼期间就已经掌握了霸气的使用技巧,然而乌索普迟迟没有觉醒,如今到了打四皇的阶段,她的霸气还不能够觉醒吗? 毕竟乌索普未来的定位是超越她的父亲耶稣布,成为世界第一的神枪手,如此高的地位怎能没有霸气的加持? 所以现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就是乌索普觉醒霸气的时刻。 毕竟现在对于乌索普而言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让我们回想起德雷斯罗萨片中巴宝水军的头领老菜觉醒霸气时的情景,同样也是最关键的时刻。 在那种可不容缓的紧急情况下,人的潜能才能被挖掘出来,所以接下来乌索普很有可能也要觉醒霸气,而觉醒以后解决掉的第一个敌人就是乌尔提。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订阅我。再见。